咱就是说一分钱一分货 可你当看电影时还顺手提案了一把演唱会 这一票双雕的 难免不会觉得这波写传啊 要说我对大鹏最大的误解应该就是屌丝难事了 由他指导主演的缝纫级乐队 不知让多少人体验到了真香套餐 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人家还把演唱会搬到了影片 没错就是大家纵情高唱必要不再犹豫的那段 不仅请来了赵英俊 李延亮等14位游滚大咖 更是有比昂乐队皇冠中叶世荣两位成员的惊喜亮相 看到这个震撼的场面 不免让人动容 心里狂喊 摇滚不死啊 并我心中的宇宙 只想投入手 和别想费手 该说不说 近几年我在电影院最喜欢的喜剧片就是西红柿首富了 而影片中除了沈叔叔自己唱K时让我标出眼泪 最后王力宏现身演唱《需要人陪时》 更是让当时坐在电影院的我惊了一秒 难怪网友调侃 这应该是影片最贵的几秒吧 打开窗户 让孤单透气 哇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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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面失去之间 就当做了始终自我逃避 要说谁能想到 罗精民老爷子在电影《全能窘霸》中演唱的光明 竟能跨界出圈 俘获无数悦迷的心呢 反正汪峰一定是没想到 不仅那开场的所大就让人直觉不简单 老爷子粗犷豪放的陕北方言一出 刚是有种这才是生活唱出来的歌 就连外网同样也广受好评 甚至播放千万呢 它是没想到 它是没想到 虽然失败的苦痛 已向了边际灵伤 可那天星光明 就在哪放 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想看更多好听好玩的音乐资讯 欢迎点赞订阅下方音乐官方频道 我们明天见啦 好